如何選擇居住的地點 大家都有自己的考量 但奇怪的是 為什麼有一個地區啊 人口一直不斷增加 是什麼原因呢 讓他們移居到這邊 今天羅大叔就用在地人的角度 結合專業數據說給大家聽 看看桃園是不是個適合居住的地方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羅大叔 歡迎回來好市房產的頻道 我們是深耕桃園的全方位房產公司 房屋買賣 租賃 包租貸管 只要關於房子的事項 我們都可以提供服務 這個頻道會分享一些房產的實務經驗和知識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買賣房屋的思維 歡迎追蹤訂閱我們 並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內容喔 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說 我們不是在寫論文 也不是政治人物在推廣這個地區 今天是用在地人的角度 和我們成交客戶的回饋 再加上一些數據的分析 內容的含金量很高 大家記得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如果你還在猶豫哪個地區適合自己 或是有想要自採的觀眾 不妨也參考看看 那我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選擇一個居住地點 根據我們接觸客戶的經驗 可以觀察房價 環境和福利這幾個面向 先從房價這個面向啊 我們用這三個數據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房價中位數 第二個 房價所得比 第三個 房貸的負擔率 第一所謂的房價中位數啊 就是把成交的總價全部攤開 取中間位置的價格 因為用中位數啊 才不會因為頭尾過高或是過低 造成平均值失真的問題 所以啊 平常啊 在說收入啊 或是房價的統計當中 都會使用中位數來代表一個集中的趨勢 這邊整理了各縣市的房價中位數 桃園的總價是1220萬 我們知道啊 有人覺得高 有人覺得很親民 但如果啊看台中以北的地區 除了苗栗和基隆啊 其他的縣市啊 都是高於桃園的 再來我們看看一個重要指標 房價所得比 也有人叫他 購物的痛苦指數 簡單來說啊 就是不吃不喝幾年啊 才可以買到這個地區的房子 他的計算方式呢 是房價和所得的中位數相除 這個數字如果越低 代表購物越輕鬆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啊 最理想的房價所得比 是在4到6倍之間 但是先進的國家啊 好像普遍都高於這個倍數 當然台灣也不例外 112年的第二季統計數字 台灣房價所得比是9.82 先不比較全球的排名 我們單看台灣 第一個是台北市的15.52倍 往下看 看到桃園的排名是在第12位的8.07倍 看完表格啊 會發現一個狀況 現在六都中啊 桃園是最低的 也代表相對其他的縣市 桃園的購物壓力是比較輕的 最後一個我們講到的是 房貸負擔率 我們常說房貸盡量控制在收入的三分之一 壓力才不會太大 就是再說這個房貸負擔的比率 我們可以看到 北市的負擔率是65% 幾乎已經快要到了 銀行估價貸款的零件值了 整個台灣的平均是42.09% 而桃園啊 比平均值還低是34.61% 桃園的這個比例啊 大概就是落在還款的三分之一左右 說到這邊可能有些人會有疑問 明明房價中位數桃園排名第六 但怎麼其他的數據排名會比較後面呢 這是因為不同地區家庭收入不一樣 計算出來的結果 所以啊 桃園的房價在全台雖然不算低 但是對應收入來說 卻相對其他縣市來得輕鬆 看完以上的數據啊 我們大致上可以解讀 如果選擇住在桃園 房價的部分和收入的部分對比後 是相對沒有這麼辛苦的 這也是我們聽到很多雙北啊 或是新竹移居桃園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個面向 環境 說到環境啊 我們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居住的安全 另外一個是居住的品質 如果有看到上一集街坊的觀眾朋友就知道 有一個裡面的小姐啊 有提到沒有放台風價 雖然啊 這是桃園人心中共同的痛 但理性來看啊 沒有到放假的標準 是不是桃園比較安全呢 關於安全的這件事情啊 我們提供一些資訊給大家 第一個啊 是桃園市衛生局的資訊 這篇文章中啊 前面說了很多環境的因素 但重點在這邊 桃園市啊 是除了台中市以外 颱風最不容易造成嚴重災害的都市 再來第二個啊 是PTT的八卦版裡面 有人詢問 想要買房了 哪幾個縣市才不會淹水地震 下面的留言非常有趣 但重點是不少人都有提到 應該是桃園吧 桃園的地震相對少很多 台地的地形也不太會淹水 台中雖然颱風很少進來 但地震相對桃園多 所以趁桃園房價還沒有飛很高之前 趕快來去自產啦 兩篇文章的資訊都在說 當颱風來時 桃園是相對安全的 說到這邊 回想自己在桃園住了30多年 真的印象中桃園的風災好像比較少 當然也可能只是我的感覺 如果觀眾朋友是桃園人 也可以在留言處告訴我們 我有這個感覺是對還是錯呢 再來前陣子有個大支房屋倒塌的熱門議題 這讓大家又重新重視了土壤安全的問題 我們住的地方地質堅不堅固 有沒有土壤異化區 我就帶大家一起看看這個土壤異化區的查詢網站 全台有很多地方都有紅色的區塊 但看看桃園這個地方幾乎沒有紅色的區塊 這就代表桃園在檢測中沒有發現土壤異化的情形 可是為什麼很多地方沒有顏色呢? 是屬於未檢測的情況 其實因為桃園是台地的關係 在很多的報導中我們也會看到 桃園土壤是軟粒石層及紅土層 並沒有異化的現象 地質條件也相對的穩定 此外桃園沒有明顯活動的斷層 因此很少看到4級以上的地震 這是很多高科技廠商選擇桃園的原因 另外說到的地震 我們也看一下2023年的這篇文章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主任說明 桃園的地層多由堅硬的歷石堆積而成 再加上屬於台地的地形 地質確實比較不受長子效應的影響 震波也不易被放大 再者桃園沒有活動斷層 自發現地震較少 過去45年僅有兩次規模4以上的地震 因此桃園可以說是全台地震最少發生的地方 以上是想讓觀眾朋友知道 桃園因為地區和地質的關係 不管是颱風或是地震都相對的安全 如果真的會擔心這些問題 或許桃園是你不錯的選擇 當然居住環境除了安全還有很多 例如公園、學區、交通因素等等 這些都是大家會考慮的 我就快速的跟大家分享 一樣用資訊佐證讓大家知道 其實桃園的公園 比起其他縣市並不算突出 不過自從桃園升格6度後 是有針對於城市綠化多下了點功夫 從原本每萬人對應3.9公頃的綠化 後續會提升到每萬人21.18公頃 對於綠化的進步 相信桃園人應該都蠻有感覺的 因為現在公園真的變多了 而且很多的公園還結合了主題設施 這讓公園可以符合各個年齡層的需求 再來學校的部分 桃園有很多的國小也開始有了外師的雙語教學 不過關於教學這件事 真的不是我擅長的領域 所以就把客戶分享給我們的感受告訴大家 這部分也希望有專家可以跟我們分享 桃園有沒有什麼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的優缺點呢 最後我們說到了交通 雖然我認為桃園要追上台北的交通 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但因為桃園在台北和新竹居中的位置 現在的捷運開發和客運路線 應該對於台北或是新竹的通勤族蠻方便的 說完了居住考量的兩大面向 最後一個是福利方面 一直以來桃園在老人或是育嬰的福利上面 都蠻常聽到有人分享的 大部分人提到也是和其他縣市相比之下 算是不錯的 但是關於福利政策 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政策 我不敢果斷的跟大家說好與壞 不過我們可以提供一個不錯的網站給大家搜尋 這個網站可以搜尋各縣市的補助 操作簡單好上手 大家可以針對自己的狀況進去查詢看看 不過羅大叔還是提幾個福利 是周邊朋友跟我分享的 看看是不是你們也會有這個需求 第一個是北北基陶的月票 桃園有很多人在台北工作 所以體恤通勤族的負擔 現在出了北北基陶的月票1200塊 讓通勤族可以更方便降低負擔 第二個是很常看到學生使用的U-bike 自從有了U-bike 真的讓很多人更方便 也解決了一些交通問題 操作簡單又兼具運動 桃園免費騎乘的時間是一個小時 多了台北30分鐘 大家也可以多加個利用 因為內容其實可以說很多 但今天希望用精簡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初步了解 所以幫大家整理了一些資訊 總而言之 桃園 房價對買方是相對友善 住家的環境交通 目前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雖然颱風不一定會放假 但桃園算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至於福利方面呢 可能就要看每個人的感受了 今天的影片內容就到這邊 每個地方會有適合的族群 不知道各位觀眾聽完會不會增加選擇桃園的機會呢 也歡迎大家一同分享討論 最後如果喜歡這次的內容 也請大家幫忙分享出去 並按下訂閱的按鈕 如果你想要了解什麼主題 或是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好事方才的羅大叔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